掌声有请经典传唱人 今天我要用歌声唱出经典中蕴含的中国气质 中国风 我是经典传唱人谭薇薇 我把墨眉唱给你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怀高远更淡然 昂首天地间 墨色清暗气节梦 音乐香更浓 一厘清暗不与谁痛 音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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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喜宴 赤头树 多朵花开的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晰满千块 我家喜宴 赤头树 多朵花开的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晰满千块 谢谢 一節紅 音樂像更濃 一粒輕安不與誰同 傲然城市中 我叫喜鹽吃藤樹 多朵花開打磨粉 不要人化眼色好 只留輕輕滿肩寬 我叫喜鹽吃藤樹 多朵花開打磨粉 不要人化眼色好 只留輕輕滿肩寬 沒有人化眼色好 多朵花開打磨粉 過黃色不針進去 創新快樂 也不配合眼色小 感谢经典传唱人谭维维 谢谢 每次看到谭维维的演出 我都能感受到 她在不断地创新的路上 在前进 为什么这么多的经典作品里 会选择《莫梅》这一首 选择《莫梅》这首诗词 是因为我觉得 它是具有中国风骨的一首诗词 所以说我跟我的团队 我们都很慎重 我们都怀着无比的 一个敬畏之心 然后去创作 这个歌曲里面 大家也看到了 融入了《琵琶》 还有《古针》 还有刚刚我在 第一段的那种戏歌的那种 带有戏曲元素的唱法 我们也是探讨了很久 怕这样去演绎会有问题 但是最终我们希望 表达一种空间感 希望它更有亲和力 旋律更加地动听动人 然后更容易有亲近感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 时代是初卷人 我们是答卷人 那我们就希望用 更当下的一些词汇 一些旋律 用当下的一些声音 去描述这样的一个作品 刚才你在台上唱的时候 台下一次又一次 响起掌声 我觉得观众 对你的这份答卷 应该是给予了 高度的认可 谭文维最近我听说 你也在研究 叫国乐 中国音乐 我很有幸 在17年的时候 跟谭顿老师 做了一个探讨 做了一个声音协奏曲 分为四个腔调 分别有哭腔 有水腔 琴腔 还有老腔 我好想听一下 不用整个的 琴腔 卷卷西流 不长 滔滔江水 与海洋 波兰 波兰 专库 多好满 好啊 哇 哇 老腔 伙计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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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真的是把中国音乐的风格 在四处地搜集 这些好的东西 然后通过今天 年轻一代的音乐人 用他们的创作 把这些东西 就像他说的先传承下来 然后再慢慢地让它知凡夜貌 接下来 有请鉴赏团的成员 带领我们进入 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那我在想 其实你一开始的歌路 不是这样子的 对吗 怎么会走到这个 把这个各地的民谣 跟流星音乐作为结合的 这个转变的过程 其实我十多年前 何迅游老师 他们给我听了非常非常多的 关于民间的一些音乐 但那个时候我太小 十六岁 我也跟着他们去采风 去采集 我觉得好像这些语言离我很远 我可能更喜欢 更流行的一些演唱的一种方式 做了大概有五六年 后来我记得我跟老师聊天 我说我还是想做这个民族音乐 他说其实民族民间音乐 和流行音乐的这个结合 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钻研 他觉得我那个时候 还是比较浮躁 他觉得感觉我的眼中 没有那一抹蓝色 他说你可以先放下一段时间 走更多的地方 去真正地体验他们的生活 而并不只是记录他们的一些旋律 后来我们去采风 我们都会真正地跟他们在一起 他原来唱出这个旋律 不仅仅只是演唱 可能就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 一个点滴 所以说中间也真的尝试了很多 走了很多 我觉得现在来看 是非常珍贵的一些弯路 但最后我觉得 你转回头的时候 这些真正精粹的东西 一直都在那儿 我们需要它们 谢谢 《墨梅》这首歌呢 或者说这首诗 就是属于我们的诗 因为世界上没有墨梅这种植物 谁见过墨色的梅呢 墨梅只有王勉去画 王勉为什么非要画这样一个 在这个世间就不存在的梅花呢 他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并不是靠那颜色来吸引你们 来使你们欢喜 我有我的让你们感到欢喜 和高尚的东西 所以他说 不要人夸颜色好 我是用墨来画的梅花 但是我的墨梅是有一股清气 其实也就是说 我的细节是非常的高洁 我觉得这是王勉在这个诗里头 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而这种传递和画墨梅的方式 都是中国式的 它是属于真正的中国气派 所以我讲这个墨梅 你看看 他是个元代的人 那个时候一个画家 他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 我不要大家都夸我颜色好 我只要你们知道 我把这清气 把我的人品和人格 把我的自信留在人间就可以 所以我觉得 维维走的那条音乐的路 就是一条自信的路 就是他不是那种 人云亦云的一个歌手 不是说流行歌手 他就跟着流行走 而且他走上一段之后 他就会想 我为什么要这样唱 我还可以怎么唱 会怎样才能让我唱得更好 而怎样唱得更好的源泉 不是只是模仿西方的东西 或者流行的东西 而是回归到本来 也就是我们说的初心 回到藏族 仪族 包括我们的蒙古族 很多的民族的音乐当中 所以我想这样走下去之后 它必然是流行的 但它也是经典的 同时也是永恒的 前一段时间 这个总书记不是带领 新一届的中央常委 跟中外记者见面的时候 特别引了这两句诗 他当时说 我们坚定走自己的路 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 中国自信 也是一条我们的特色的路 所以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能懂得不忘初心 放得始终 我们的音乐 我们的诗词 我们的文化 包括我们的道路 就会越走越稳 越走越持久 越走越自信 谢谢邝老师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商人 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国美的墨媒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启示 民族文化的创新 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继承传统 不忘初心 为国家与民族放歌